既然是纪念罗先生 我们就要展示一些罗先生代表作 其中有一个作品叫《罗承戏貂蝉》 那么表演者呢 我不用做更多的介绍 是咱们北京的金字招牌 说出二位的大名 各位就掌声能够响起 王天祥 李宗瑞 有请二位 那你在哪儿学习啊 我四大名代 有个尚晓云先生知道吗 知道啊 他的人家 有一个班舍 做科 荣春舍 叫荣春舍 那荣春舍分好几科呢 您是哪科的呀 我是长字的 哦 长字的 对 哦 我知道 像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 马长礼先生 就是荣春舍出来的 对 对吧 那是我们大师哥 哦 马长礼 长礼 还有长春 上长春 长荣 上长荣 还有我 您是 长冲 长冲 你还不如叫毒舌呢 毒舌呢 哪有叫长冲的 我姓王 一名 长冲 哪个冲 冲门的冲 冲高的冲 对 那你是唱哪功的呀 唱小声的 哦 小声 文武小声 哎呀 那可不容易啊 唱念作的啊 全得会 全行 是吗 我最决的一首 什么呀 能酸 哎 对呀 长冲可不能钻吗 这有有长冲什么事啊 你能钻什么 钻什么呀 啊 钻锅 钻锅 对了 一言口一锅 你能钻里边去 我吃饱撑的 我吃饱撑的 那什么叫钻锅呀 钻锅 这是我们戏曲界后台的一句术语 你给介绍一下 比如说今天演出 少一个人物 我又不会 人家把剧情大概意思告诉我 到台上以后 我现边现演 这就叫钻锅 这么说你一定特别能钻了 是 我钻的不钻 不过我们的戏板里头有一个比我还能钻呢 谁呀 姓林 叫林慧秋 林慧秋 对 都叫他什么呀 都叫他钻锅林 那甭说 他钻的一定比你好 是 有一次钻锅 我们俩钻一锅里去了 好一个锅里去了 不这怎么回事 说几句话年头就多了 你介绍介绍 解放前 刚出科 在张家口那边演出 有一个人请了一个堂会 给他妈办寿日 对 那天把我们请去了 反正坐车是走了一个白天 完了 还有 又走了大半夜 第二天一看到山里头了 到山里了 那个 后来才知道 那半寿日的那个 那是个土匪 土匪 有一外号 叫什么呀 叫大冬瓜 大冬瓜 就脑袋跟冬瓜似的 对 脑袋跟冬瓜似的 这长 上头 还有那个 跟冬瓜毛 白毛 这说我呢 那天唱戏 有我什么事 这里 我说的是土匪 我不是土匪 你抢这个干嘛 谁跟你抢了 有这么形容的 那天唱戏 差点没把我们都枪毙了 你唱什么戏啊 唱戏貂蝉 戏貂蝉 这我知道 这是三国里的一段故事 说的是王司徒 巧定连环纪 奉义庭 吕布戏貂蝉 对吧 不不不不 不是吕布戏貂蝉 那是 罗承戏貂蝉 您得不像话 这个罗承 是唐朝的 对呀 貂蝉是汉朝的 这两个人 他挨不上 这怎么唱的 是啊 他就因为他挨不上 我们才钻锅呢 不是 你们咱们给人唱这戏啊 不是我们非要唱 他本家点的这戏啊 那当初你们给人唱的是什么呀 唱的头一出 贾家楼 说的是瓦钢寨弟兄结拜 对 我演罗承 这么多 刚演到半截 就底下那个大脑袋 他妈 怎么样啊 哎呦 比他还白的毛 别提这茬行不行 那老太太蹭一下 从椅子上蹦起来了 别唱了 我不让唱了 唱的这是帅儿 什么叫帅儿 唱的是什么 唱的是帅儿 全给我滚下去 这就哄下去了 把那后台管事的 叫来 干嘛 管事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赶紧过去了 老太太 您有什么事啊 对呀 含 含的人这心 烦气的 还烦了 那个 老太太 不知道您不愿意听这戏 要不 要不您点 对 您点什么戏 我们演什么戏 好不好 您自己点吧 我点 刚才那个戏里头 有个小小子 长得挺俊的 他叫 说那是罗承吧 行 就他长得还挺俊的 我年轻的时候 就喜欢长得俊的 行 还让他办罗承 还老不先心呢 嗯 还办个罗承吧 那个 还给您办个谁啊 办一个罗承 坏了 这老太太就没听过戏 哦 但他听 说书的先生说过呀 啊 这三国里头最漂亮 就是貂蝉了 对 那是四大美人 行 那个 你们那个戏瓣里头 有唱这个 小媳妇的墨游 哦 唱清一花旦的 有 有 那个 行 你就 让那个 小媳妇 办个貂蝉 行 那就给您唱这两出 罗承一出 貂蝉一出 完了 什么两出 我点的是一出戏 哪出 罗承戏貂蝉 没听说过 哪有这戏啊 管是一听的什么 哎呦 老太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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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那个 他们 他们 他们都不会这个戏 没学过 是啊 嗯 我点的戏 他们不会 对了 不是不会 是 是陈天气我呀 谁气你了 旁边那大脑袋急了 嗯 我告诉你们说 这是南疆点的戏 会唱也得唱 不会唱也得唱 唱不留 拉后动 劝他们墙壁 啊 这叫墙壁啊 我一听坏了 甭说都墙壁 墙壁一个受不了啊 人命关天呢 他不愿意看罗承吗 对啊 干脆 罗承 我来 哦 你来罗承 我来罗承 那貂蝉呢 有钻锅林呢 他来貂蝉 他来貂蝉 那这出戏 你们俩怎么唱啊 钻锅呀 是啊 他不钻锅也唱不了啊 我们俩这办好了装 到上场门等着上场 我真佩服人林慧秋 小罗一想 他上场了 上场了 有词吗 没词 那怎么办呢 钻 行 那就钻吧 我看看这 怎么钻 林慧秋 当时这么钻的 你给学学 我给您学学林慧秋上场 好 林慧秋钻锅 出场亮相 李宾 后秀 这叫到台口了 到台口一缕水秀 他有词了 怎么念的 先编了句引着 你给念念 儿妇死在 伯门楼 怎不叫人 雷霜 昂 昂 昂 流 哦 行 好好好 满弓满调 唱得真不错 他坐下了 这就入了小座了 他一有词不要紧 啊 后台可就全乱了 忙什么呀 化妆 化妆 糖酱拌了四个 看 汉酱拌了八个 是啊 光小丫鬟就拌了十六个 干嘛要那么多小丫鬟啊 一来是站台上好看戏 三来真要唱杂乐 跟老太太玩命 都豁出去了 行都不够 有的那小丫鬟 系个毛巾上的插朵花就上来了 两边溜场上 林慧秋入了小座台 都一个 哎呀 一边上来 上来打个小丫鬟 多好 大伙哥真会心疼我 是啊 这一高兴 四句定场诗也想起来了 怎么念的 把诗话说出来了 奴汉诗吊缠 没错 自从儿父 伯门老一死 将奴流落到了唐朝 哎呀 那得多大的流劲呢 想去王室 真不叫人伤心 落泪 哎呦 别哭了 再哭他也活不了了 怎么着 看金瑞天气清火 我不免到花园 又晚一饭 便了 活动 都要活动活动了 亚吓 喔 这怎么还有游湖噜教唤呢 游湖噜干嘛 这不是 呦呦呦呦呦呦呦 这什么声 这十六个小丫鬟一块答应 那还不是 他人太多了 呦 教习版来了 叫板就得唱啊 他怎么唱的 当时先抓两句俗词怎么唱的 怎么唱的 好 您看不 他下了场了 他也下了 看我的 加快点意想 我也上了 你有词吗 没有 那怎么办 钻的 对 接着钻 看你怎么钻 出场亮相 整官 吕碩 抱秀 撩靴子 外部亮靴底 好 你怎么走那么慢 这不想词的吗 对对 他还没词的 想吧 一席当年 战瓦钢 对 他倒是瓦钢带的人 南征伯占 八明 明气不小 本当今 本叫 长 那就去吧 不知鹰虎 心发荒 你啊 怕枪屁下的 啊 唐将 罗尘 没错 本当今 狗奔 叫 长 操演 人 妈 真爱 心神 不定 看前面 有一座 罗大 花园 我不面 进去 又玩 一番 便了 罗尘 这没脑袋 方应 家壮 金的花园 青山 霜 这么会儿又高兴了 月到中秋 翻外 滚 什么呀 大白天的出月来 不管怎么样 我也下来了 你下来了 下来了 到后台一看可了不得了 怎么了 林慧邱跟管师的正嚷嚷了 嚷嚷嚷 嘿 管师的 这叫什么事啊 什么事就演 演完了 弄不好 还枪毙 这以后 这堂会咱不能应 我说慧邱 别让人 该你上场了 上就上 要换带路 又交集板来了 林慧邱一想 我干脆不跟他费劲 那怎么办呢 我抄词唱吧 抄大俗词 抄那大俗词呗 什么 什么 少要开牡丹房 花红鱼 鸭片 艳阳天 冲光好 白鸟生圈 坏了 怎么了 就这林慧邱 唱完这句 怎么一指 正看见老太太 要上一圈怎么着 刚出就带路 刚上来 您是小姐 我们是丫鬟 让带就带 带吧 是 抬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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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绕了一圈 绕一圈 想起来了 还没想起来 那怎么办 丫鬟带路 他没事就哄丫鬟 没事没事 你哄丫鬟 你让带就带吧 是 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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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一圈 连绕三圈 没想起 这下麻烦了 我拔他一眼一看 林慧邱汗都下来了 是啊 他一个人不要紧 台上跟着转一动 还有十六个小丫鬟 就是 不行 我得救场 对 从上场门上来 紧走两步 拦住了丫鬟 一亮相 呛 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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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慧邱一看 头头来的人了 哎呀我的妈呀 救兴 哎呦 哎呦你可来了 你要再不来呀 我这鞋飞开展不可呀 好 林慧邱一高兴 又想起一句词来 怎么唱的呀 哎呦行行行 哎呦行行 他把头给缝上了 啊 圆满了 都 神魔人胆大 床日这汉石化缘 他问你了 你得回答呀 是啊 我心里说我不来 我不来你上哪儿想词去 我还得告诉他 唐贼莫尘 他怎么说呀 将军 你乃唐朝明将 没错啊 床日这汉石化缘 这回我看你说什么 这个 我心里说你这不废话吗 我不来 我不来你上哪儿想词去 我一想 还不要看罗承熙貂蝉了吗 这不罗承跟貂蝉也见着了 对呀 我拉他下去 这就算罗承熙貂蝉 阿大姐 你我有姻缘之分 来来来 你我随我下去 一许 这不下去就完了吗 下去就完了吗 这林辉秋唱到这儿 这块石头可落了地了 不容易 就这日子 就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啊 坏了 怎么了 下意识这么一头秀 戏台上有规矩 这头秀 感情是起板叫唱 这就叫板 大国老一看 这还有唱呢 好 大大得 胡心正还有我的事 大儿龙当里根了 胡心想了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想了就得唱 那当时唱什么呀 没词啊 哎 哎 林辉松 脑瓜 快 快 先编了四句唱的 怎么编的呀 怎么编的 你在唐朝 我在汉 我们相隔 十百年 自从旁古里的一天 哪有哪落缠 就洗掉缠 还有这事 我想他唱了 我也得唱了 你怎么唱的 孙山大姐别骂很远 这本是老太太她出的主意 今天不唱 这国戏 咱们大家 可都呛碧阳 罗承戏标产 我小的时候听的作品 到现在应该得有 三十多年的历史 我觉得 二位老师表演的 这种精彩程度 不减当年 这就是北京相声 精味相声的一个特点 举手投足 都非常的讲究 没有一个地方 是可以让别人看出毛病的 而且两位艺术家 到今年合作 应该说是六十年了 所以他们的精彩之处 他们的艺术的这种精湛 是我们这些晚辈 说实话 得小跑着 才能学到